南车时代的第一季度的业织还是不错的,有十多个巴仙的增长。 我相信很多投资者也会对铁路的业务方面比分比较重的公司是有一定的好梗。 我相信对未来它的业织的公布来说,我相信它可以维持百亿十左右的增长的。 对它这个股价的表现应该会带来一定的支持。 虽然累积的胜负是比较多,但是我相信整股之后它也会有一定的胜负在下半年出现的。